男人紧张地向心上人表白 然而动人的真情流露在女孩听来却十分恶心 他找借口匆匆离开 却忘了手中的毛线还在男人手路 他转身去去 却被男人一把抱住 原来就在林丁丁来之前 刘峰正在听邓丽君的情歌 或许是歌词给了他无限的勇气 他着急地一把抱住心上人 这一幕刚好被波罗人看到 一只罪无妖类 先从作风上来 好啊林丁丁 抚蚀我们活来放 也许放在现在 一个拥抱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但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 男女情爱是不可轻易触碰的禁忌 而此前林丁丁的名声一直不好 也是因为男女关系 可从没像现在一样引起过轩然大波 究其原因 刘峰活雷锋这个称号早已深入人心 人们看不得他身上的一点瑕疵 一个热情刚正的人 怎么能搞男女关系呢 腐蚀活雷锋的罪名 就这样落到了林丁丁的头上 他躺在床上大哭 从前刘峰对他细致耐心的好 他只觉得是活雷锋的仪式同仁 却不想那个没有一点烟火气的人 惦记了自己这么多年 林丁丁只觉得恶心与惊恐 这个罪名他担当不起 为了自保 他编造出一堆网言 将所有的问题都推到刘峰身上 这些诬陷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致命的 更不用说名声在外的刘峰 他在文工团彻底待不下去 被下放到了伐木莲 刘峰走的那天 除了何小平 没有一个被帮助的人前来送信 也许比起英雄的光辉 大家更爱看老好人他房的戏码 而本就对文工团失望的何小平 彻底对这个集体不抱幻想 他渐渐隐退 从舞蹈演员推到幕后服侍组 然而更残酷的命运 还在等待着他 女演员在台上跳动 突然在冰面上摔断了头 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 落在了备选何小平头上 可他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在刘峰被处分离开后 何小平对这里彻底失望 不愿意再融入集体 可队长执意让他上去顶舞 何小平只好谎称发高烧无法上台 军医检查后发现他在装病 舞蹈生涯就这样被彻底断送 队长将他下放去野战医院当护士 何小平欣然答应 甚至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他穿上白大褂奔赴前线 这时是1979年 对越反击战如火如土 四处弥漫着痛苦的硝烟 何小平跟着大部队 在断臂残垣中抢救着伤员 而此刻 离开文工团的刘峰也上了战场 押送前线物资时 刘峰所在的部队遭到了敌人埋伏 他将求生的机会让给了队友 自己留下来与敌人周旋 他是如此迫切地想要牺牲 或许牺牲了 他的光荣事迹才能传到大街小巷 传到一个叫林丁丁的歌手耳朵里 另一边的何小平仍然在医院中作战 照顾一个烧伤的战士 这天炮弹突然袭击 何小平没有丝毫犹豫地扑到了战士身上 他成了英雄模范 却因为精神失常进了医院 刘峰得知此事后前来看望他 虽然在那场战争中得以保密 却也失去了一条胳膊 刘峰见到何小平时 他依旧是一副胆小温顺的梦妙 甚至连刘峰都认不出来了 医生说他从小到大都没有得到过关爱 在成为人人称赞的大英雄后 赞美如潮水般涌来 巨大的落差却击垮了他的精神裁风的 为了慰问英雄 上级派了文工团进行演出 这是解散之前的最后一次表演 大家都跳得尽心尽力 却在观众台上看到了穿着病号服的何小平 女孩穿着病号服 在空旷的草地上独自欺舞 她的脸上洋溢幸福的微笑 仿佛自己是聚光灯下的天鹅 异曲结束 她礼貌聚功 对着空无一人的观众戏道别 也像对自己的芳华告别 何小平的心活了起来 精神病也随之好了 此时的文工团已经解散 丧火犯上大家痛苦流涕 同台歌舞的男女们就要各奔东西 不久后刘峰再次回到文工团 看着空空的排练室 她的眼前浮现出那些活泼的女孩 走廊上 刘峰遇到了还没离开的岁子 见到刘峰缺了一边的胳膊 她的心头愧疚不已 若不是当年的林丁丁的诬陷 刘峰何至于到这种境地 她带着刘峰回到宿舍 想找一些旧物怀念逝去的青春 却无意间踩到了已经松垮的木板 掀开里面是何小平撕碎的照片 那时的她穿着军装 笑容鲜活生动 却是大家排挤的异类 万千胆楷涌上刘峰的心头 时间来到1991年 穗子成为了一名作家 郝树文已经结婚 两人在穗子的新书见面会上碰面 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从眼前晃过 刘峰因为三轮车被扣押来找联防办 当时因为公安人手不足 召集了大批社会人士填充过来 他们滥用私权贪得无厌 直接向刘峰索要一千元才能输车 刘峰拒绝后被他们又推又打 一个保家卫国 付出了自己一切的战事 却在余生得到了如此冷酷的刁难 索性郝树文看到后出手相助 替刘峰平息了这次风波 阔别多年 三人再次相聚 却成了彼此都陌生的模样 故事的最后 刘峰与何小平一同去看望死去的战友 聊起往事 从初见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他们没有伴侣 也没有子女 他们比任何人都知道珍惜善良 但岁月却无情地将他们摧残 美好的芳华凋零后 就只剩下无尽的心酸与惆怅 那些昂扬鲜活的岁月 终究是在挫磨中一去不返 可他们却带着时代的烙印 克服世俗的不公 活出了真正的自己